来的话我就随便找一个那个可爱动物好了 反正你就是大头 也许你可以换个宠物啊 或者是人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一个大头 然后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一张图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我们刚刚不是有开一个新的变化题 对不对 那我刚刚讲过这一张 因为我希望就是4乘6 4乘6 那解析度刚好就是300 所以乘上300 那所以宽度的话 这边就是乘上300 那这边高度也是乘上300 所以基本上它的解析度是1800乘1200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能够把那一张可爱动物放过来 然后能够整除的话 那当然这个可能简单的数学题 第一个 它这个高度1200 所以呢我们假设要放进来猫的话 最好就放两张 所以上一下各一张 所以呢 那一个猫的高度最好是600 有没有 那宽多少比较OK呢 宽的话可能也放四个吧 所以呢可以把1800除以4 除以4之后的话呢 那刚好其中一张的话呢 它的就是450 有没有 450乘上4的话 那刚好就1800 有没有 所以哦 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哦 你们先可以算一下 大概我算过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一张一张哦 那这样总共就可以产生八张大头照 也就是你如果今天把那张放进来之后 那你就可以把它填满 这应该简单的数学题吧 没有复杂嘛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 就是把这一张猫 有没有 把它变成这样的尺寸 然后变成定义图样 再放进来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104的一个变化题 然后我们接下来 所以我在网路上随便找一只猫 这只猫其实蛮可爱的 OK 然后呢 可是它的尺寸不OK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尺寸是630 所以高好像太高了 宽的话 宽 先符合我们要的 先把它放大 不过你会发现放大之后 它尺寸其实 其实它是自动帮我补差点的 不过好像我刚刚补差点没有这样加上去 不过没关系先有这个效果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利用这个工具里面有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裁切工具 那裁切工具的话 你就把那个尺寸改成高度600 宽度的话是450 就符合我们刚刚要的这个尺寸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在这边把它选起来 选上去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刚刚你要的尺寸 然后你把它移过来 大概移到这里吧 中间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OK了 就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尺寸不OK 可以先透过尺寸 先调整成600 因为先高度OK 再用裁切工具呢 去把它裁切成宽度也OK 那这样的话 这一张应该就是符合我们要的 就是我看一下 有没有 刚好就是高是600 宽的话是450 OK了嘛 然后呢 OK之后的话 你会把它定义 定义图样 不过定义图样之前 你可以再玩一下滤镜 就是那个液化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 至于你要怎么去变的 这只猫这样已经很可爱了 这样我把它做成那个什么 眼睛再放大已经会不会太大了 大得有点夸张 我试试看好了 点个五下好了 一二三四五 外星猫 一二三四五 然后嘴巴的话呢 说小一点点 一二三四五 好 没关系 反正只是玩完而已 练习没有关系 仅供娱乐参考 甚至耳朵 如果你觉得耳朵太小了 太大了 你把它缩小 一二三四五 OK 一二三四五 好 OK 好了 随便按确定之后的话 反正做个效果 好 好像把它毁了 算了 没关系 就是最后把它 最后的话呢 定义一个图样 把这个定义猫 按确定 最后的话 就把它放到这边来了 放过来应该OK啦 编辑里面填满 那我们刚刚不是有定义它了 所以找到它 按确定 就OK了 好 那就是最后我们要的结果了 那如果你拿这张去冲洗 就可以冲洗出来 然后你可以剪成八张了 看你要贴哪里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而且这是你自己 甚至你上面还可以再加一个 加一个字吧 比如说猫 然后像刚刚那样子 不过我像同学有来问说 老师这个效果很差 不太好 其实它是故意的啦 OK 那如果你想要再加个字啦 做个变化也OK 好 所以刚刚的变化题 大概说一下 记得一一先把它尺寸调 1800×1200 然后把这一张呢 450×600 然后把它定义成图样 放过去 这一题就OK了 所以今天的那个变化题 原则上就是做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OK 好 然后呢 最后我们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题目把它做个Ending好了 所以最后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再把它 我的题目在哪里 题目在 在这里吧 OK 好 那这边的话最后呢 做一个光谱建成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后面其实有一点像是 好像看得到又看不到的 然后颜色又乱乱的 所以它光谱部分的话 要怎么做 最后的话呢 它要我们什么 改成颜色的浑色 然后不透明度100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切回到刚刚这一题 我把它做个Ending 所以这个Ctrl T 刚刚这个 我刚把它Ctrl T回去 这边应该是10倍 然后按个打勾 不对 我好像又把它改回来了 所以这边一样记得 这边集里面的这个 一般有没有 记得这边要改保留硬边 然后Ctrl T 这边把它先锁起来 10倍打个勾 保留硬边 那再来利用什么 建层工具 所以这边有个建层工具 那接下来找到光谱 光谱的话 记得 你油标放上去 它应该会显示 在哪一个 就是在这个 建层工具的 左边最下面这一个 所以显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增加一个光谱 可是这个光谱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一下 比如说由这边往下拉看看 它就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你把它改一下 如果其实它颜色 颜色怎么设定 关键地方在这里 本来是正常的 你就把它改成颜色 颜色被挡住了 颜色在下面这里 在这里颜色 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就出现了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刚刚的涂层可能被盖掉 所以刚刚Ctrl Auto Z一下 在这里 请你这边记得要先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把这个图层 记得要放在它的下面 你不能放上面 你想说放上面跟放下面有什么差别 这个叫光谱 如果放上面跟放下面有什么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放上面 那我一样拉一个这个光谱 方向我先 假设我先弄一个大概好了 然后把它改成颜色 那你会发现 到底应该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其实你可以看那个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这边有一个TIFF档 有没有发现 按F11看看 F11放大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到底应该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其实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这个压子上面颜色有没有变动 应该是没有吧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特别注意 请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变动的话 像这个是压子是在它的下面 那这个光谱会影响它 可是如果你不想它变动的话 请你把它拿到上面 有没有发现 它的压子的图层没有被改变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应该它是希望你把那个压子的图层 放在它的上面 不能放下面 另外这个光谱的效果好像不太对 那个因为跟我们要的结果 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它这个效果好像是一个菱形的 你们这边好像是一个菱形 所以我后来试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图层 比较精确的应该是这样子 OK 这个先放这一层 记得如果你要这个图层 这个光谱的话 先选光谱 接下来的话你就拉 拉的话应该是 我记得是由内而外往上拉 而且拉的话呢 尽量大概要往外 尽量越往外越好 类似像这样 Ctrl-Alt-Z一下 我先把它缩小 Ctrl-Z 印象中是这样子 往外拉 我印象中 我印象中大概试了好多结果之后 发现这样的效果最接近 就是从中间往外 就是从中间往外往上大概差不多两倍的距离吧 OK 然后大概放开 就会有这个类似的效果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颜色 这样看起来 应该会是最接近的 你们可以比对一下 应该跟那个最后那个tip档一比较之下 应该是最接近的 好 所以今天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先做个完成 刚刚光谱特别注意 先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建成工具里面选光谱 然后记得菱形 往上拉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 所以今天的话呢 总共会有两个练习的作业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来的这个 104的这个光谱压 OK 光谱压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自己再把那个变化题 变化题做一下 变化题的话就是 我希望是1800x1200的 这个解析度的一张图 然后你们找一个可爱动物也好 或者是大头罩 人也可以 然后简单的把它做一个液化的练习 就是把它稍微弄个 稍微让它变可爱一点吧 OK 然后呢 尺寸大概就是 把它刚好可以放个八张好了 所以宽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是要450 然后高的话就是600 放进去刚好就会完全match 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明镜